大家好,我是欢歌 今天带来一部青春热血武侠剧 热血高校医 豆瓣评分虽然只有7.9 但是不影响 它依旧是一部让人看了热血澎湃的电影 主演是小力寻 在剧中饰演龙骨原志 另外一位主角是由三天孝之饰演的 秦泽多么雄 影片一开始 正宏9月高中开学 礼堂里正在举办着迎新生联欢会 就在全校唯一一位正常的学生代表 在台上发言时 一位高一新生冲上了讲台 抢过了话筒 立下了他的flog 说在一年之内 他要当上灵兰的扛霸子 同是先生海老仲三兄弟中的同岛广海 第一个站出来表示不服 两人就干了钱 明显海老仲三兄弟的实力 在一年级基本上是亡的了 这边一动手 整个阴心会就乱了套 而礼堂外面 正好有社会上的小混混来灵兰寻仇 先生们也就暂时休战 当起了吃瓜群众 目前灵兰最接近扛霸子的是 三年级的秦泽多么雄 后面就叫他旋风雄 他在校外惹事 随性的要找旋风雄干架 正好碰见了主角元智 要不咋说元智有扛霸子的基因呢 路那么宽他不走 就非得在这帮小混混中间过 小混混感觉自己被无视了 就挑衅元智 结果就是你想的那个结果 这几个小混混 分分钟就被元智撂倒了 高一先生们也被元智的战斗力惊呆了 与此同时 另一边的旋风雄 正在陪兄弟时生在医院看兵 回来的时候开了时生的摩托车 正巧被骗紧黑岩这个老家伙撞个正着 算了 结果黑岩不嫌事大 拿出了窥音器 说旋风雄是胆小鬼 这旋风雄是何许人意 那狠起来连自己都怕 于是旋风雄回过头来 这俩人就硬钢上 打算来一个车头对对碰 再紧要关头 黑岩的良知的告诉他 不能撞一个高动声 于是方向盘猛的一转 当场翻了车 那黑岩你说你当初在那好碰啥呢 旋风雄的摩托车 你因为刚才的撞击 刹车整个那儿掉下来失控 也就只能用绞杀试图停车 结果还是停不下来 只能汽车保命 就这么巧 两位灵兰扛把子的候选人 出次见面了 元智呢 是转校过来三年级的插班生 因为跟父亲打赌 说自霸了灵兰之后 接管父亲的社团 刘兴慧 所以他来灵兰的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当上扛把子 元智的父亲叫龙骨英雄 是灵兰第一届的牛逼人物 但是在电影里没有过多的交代 这部电影对英雄最多的交代 就是流星会的老爸 然后就是给元智 换小妈的速度超级快 不过小妈的颜值吧 有点让欢歌茫然 咱说龙骨英雄 你要是眼神不咋地 咱能不能配一副眼镜 换得倒是快 你也不挑死 随后元智的小女朋友陆家 通过主动搭战的方式 成功俘获了少年元智的心碑 旋风雄因为打仗很 被称之为万寿之王 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穷 穷人家的孩子找当家 旋风雄今天正在跟小弟们打牌 打算赢点生活费 这一圈正好是合事无缩 那意思就是胡得挺大的 这牌还没撩地 就被元智给踢发了 没错 人家就是来找啥单挑的 旋风雄在二年级的时候 就是王者 到了三年级 本应该顺理成章 当了灵兰的好爸子 结果半路杀出你个元智 你还自己送上门来 眼看着旋风雄和元智之战 一触即发 但是被在场的旋风雄的 出生入死的兄弟 时生给拦住了 原来时生是元智的出生同学 实际上是怕元智挨揍 毕竟这是旋风雄的地盘 都是旋风雄的人 而且旋风雄对时生言听计从 主要是兄弟情深 时生得了脑瘤 旋风雄不想让时生受到打击 所以这火就慢慢地压下去了 元智并不知情 还不依不饶地要弹挑 时生只好编了一个谎言片 让他去打赢林天会在来 这林天会呢 大概是热血高效里最猛的那位 甚至呢 是截止目前 灵兰乃至全程 这个年龄段里 战斗力最猛的男人 只是人家不想当扛霸子 再说人家高二 也没办法登顶 林兰的潜规则就是高三登顶 元智看到林天会后 被人家的虎背熊腰 吓得没敢出声 本片另一位重要人物 骗农拳出场 骗农拳也曾是林兰的重要级人物 林兰前几阶的一位猛家 爱吹牛皮和收集警报 并且左拳非常的狠 如果当年能够顺利地念到高三的话 同样也应该是扛霸子的核心杆 可惜的是 在高二年年 阿全正一感爆棚 阻止了一位罪汉骚扰女生 无情的社传流星会 结果英雄没要的 就去了流星会的死对头 478 阿全这次来找元智是来寻仇的 他是开局被元智揍的那群小混混的老大 结果被元智一拳就干爬了 还讹了元智一顿酒 在聊天的过程中 阿全说元智虽然生猛 但是当扛霸子还差得远 因为这把林兰不仅靠的是拳头 还要动脑筋 要有品德领导力 和一些政治手腕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 没想到元智就这么好洪悠 立刻给阿全鞠躬结了梦 约定元智帮阿全实现称霸林兰的梦想 同时阿全作为元智的智囊船 负责帮助元智成功登顶 在阿全的触摸画策下 元智顺利的收复了第一位队友 三连级一班的中泰 随后要收复的是个狠爷儿 西班的木赖龙死 这大概是三连级里最硬的骨头 旋风熊欲想收复他 架势没少干 龙死也没少挨重 但是咋打就是不服 旋风熊也没招 而且这西班的兄弟们 跟龙死都是一个德行 全班都是滚刀肉 想要收复西班 必须收复龙死 通过中泰的情报和阿全的分析 龙死虽然硬 但是女人缘特别的差 可以通过安排联谊的手段 试试看能不能收复他 于是元智就安排女朋友陆家 找姐妹和他们一起搞联谊 联谊刚一开始 龙死就证明了自己是刚一样的男人 多看了妹子两眼就交枪了 你说省不省事 少年们你们学会了吗 中途呢 阿全还安排了英雄救美的桥段 让中泰扮演小混混 挑戏陆家的朋友 给龙死英雄救美的机会 可不安万没想到 陆家也很彪悍 上去就用插着插爆了中泰的头 龙死一紧张 又把事情的经过全部摊牌了 陆家一气之下 带着姐妹就撤退了 元智把受伤的中泰送回家 回来后 这三人在街边闲聊 因为聊到暗门院收账的事 龙死迫不及防的又交了一枪 因为是凌晨 元智只能忙敲开一个店家的门 不料 这是一家卖老年人服装的店 没办法 只能给龙死买了一条大马骨 其实龙死作为西班的王子 也没什么朋友 看到元智身边有女朋友 没有中泰 这么忠诚的小弟 还有阿全 这个社会人的资源 龙死何尝不想拥有伙伴 又何尝不希望在高山跟队人顺利登顶 元智就是龙死最后认定的那个男人 随后就是收复帝班的一琪 刚一见面 一琪就约元智一个人出来聊聊归顺的事 当然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一琪认为 只要能赢 任何手段都是可以的 由元智出来就是要给他上一个 说吧 地班的全员一拥而上 干爬了元智 一琪看着元智一次一次的爬起来 不屈不挠的精神打动了他 元智被周应过去后 一琪把他背了回去 并且留下一句话 明天让元智来自己的地盘 叫他撇飞飘 也就是归顺了元智的意思 这一整段演的就是元智 如何朝贤下室 随后元智等人成立了帮派 即s G是元智 P是完美 S是称霸 另意思就是元智完美自霸零来 这时候呢 旋风雄手下的军师勇赤 实在看不下去 于是挑起了许多争端 而且都是背地里放着墙 本来旋风雄这边人就多 再加上基本上都是偷袭 把元智手下的干部 打住院就出院 休养了休养 结果勇赤还不嫌失大 张罗子挑起更大的争端 然后就绑架了元智的女朋友 沪甲 咱得强调一下 旋风雄是真不知情 为啥要这么强调一下呢 因为能够使出如此卑劣手段的人 根本当不了扛霸的 旋风雄因为实生做脑瘤的事情 根本无暇护及学校的事 然而内部军心的混乱 也成了后来旋风雄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欲扬其外 必先安其内 这句话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元智他们呢 接到了陆家的电话 说自己被穿骷髅头皮夹克的人绑架了 元智一听 这不是武装帮的人吗 于是 直接干到了隶属二年级武装帮 版东秀仁这里一顿打 打了一会儿才发现 人家的夹克山根本没有骷髅头 武装帮的老大版东秀仁出面说 你们惹的事不能说走就走 想走 留下龙死的耳朵 元智重情重义 哪能让自己的兄弟受苦 于是 上街拿起刀就说 我替他 两只都给你 这个举动就叫安其内 元智的兄弟们被元智的义气感动了 也被元智后来的胜利埋下了鼓励 同时 感动了版东秀仁 于是 放了他们 并且告知了关押陆家的具体地点 原来 勇次当初是找过版东秀仁绑架陆家的 但秀仁觉得这么做太卑鄙 于是 勇次又拍自己的人 乔装成武装帮的样子 去绑架了陆家 秀仁没有做这样缺的事 却被勇次给扣了死盆的 气也没打一出来 同时也埋下了日后秀仁 跟旋风雄团队作对的伏笔 虽然旋风雄不知情 但是勇次 毕竟是你的小弟 元智赶到版家现场的时候 正好碰到了毫不知情的旋风雄 元智说 这样的争端也不是办法 干脆明天决斗 只要新的扛袜子确定了 小弟们就不折腾 有没有多年征战 一统天下平定战乱的意思呢 这就是这部电影的大情怀 旋风雄也就答应了 另外一边呢 阿全的社长让他做掉元智 想要跟流行会的龙骨英雄 宣布帮派开战 但是阿全不忍心下手 留了一封信给元智就走了 就这样 元智背负着阿全的梦想 旋风雄背负着病床上食生的梦想 双方即将开战 还得说说阿全 阿全的社长思琪 看阿全没有做掉元智 为了给兄弟们一个交代 决定在码头送走阿全 但是细节很重要 社长给阿全披上的西装是防袋衣 阿全并没有死 从此隐姓埋名 做起了正经身份 说几句题外话 思琪邦当时内部比较乱 思琪身体也不好 此时作为老大的思琪 必须做一点事情稳定军心 于是选了阿全去做掉元智 其实思琪知道阿全根本下不了手 做这么多的目的 一方面是为了稳定军心 另一方面就是告诉阿全 你根本就不是当混混的料 去干点别的吧 光哥这样说 大家明白了吗 无论是流行会 还是思琪邦的老大 都是很正直的人 只是在那个战乱的年代 一个不得已的选择 才让他们当上了邦派的老大 这比邦派 弱弱到卑鄙的人守着 要墙上百倍 这也是这部电影的情怀 而在阿全之前送信的时候呢 元智的父亲曾经反问了他一句话 如果元智能够登上灵蓝的顶点 还会接手帮派吗 登上顶点 拳头里不应该只有恨 而应该有爱 一个有爱的人是不会去做坏事 有没有感觉到满满的正能量呢 决战一触即发 元智七十人 旋风雄一百人 打斗场面可以说是热血满满 就在形式往旋风雄这边一边倒的时候呢 武装帮板东秀人出面 帮助了元智 再来对比一下双方的核心战斗力 元智对旋风雄 中泰和龙死对山上兄弟 一骑对勇次 江智对板东秀人 这俩人呢 又正好都是二年级 他俩对打 甚何时 这就是规矩 三年级当学校的扛把子是规矩 二年级对二年级 这也是规矩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没有规矩 你当扛把子又有什么用 这就是这个剧里 一直传达出来的传承和规则 再多说两句 元智在漫画里呢 是第23届的扛把子 而这位板东秀人呢 就是第24届的扛把子 可见他的战斗力也是惊人的 最后 元智跟旋风熊进行单挑 元智凭借着出色的抗击打能力 和对兄弟们的责任 获得了胜利 师生呢 也战胜了自己 手术非常的成功 所以旋风熊也是胜利的 比起当扛把子 此时的旋风熊 更关心他的兄弟 师生 那么这第一部呢 到这就结束了 好多人说 这是一部暴力电影 容易教坏孩子 其实并不是 琳兰高中 都是用拳头打下的孩子 这也是高中这个环境下 唯一可以热血的东西 这就像三分天下一样 只是把江山塑小到了琳兰这么大点的地 每一个人努力奋斗 为了完成称霸琳兰的梦想 不抛弃不放弃 这才是里面的精神 兄弟义气 人生百态 都慢慢地在进入这些热血少年的谷子里 最后 他们步入社会的时候 心中有爱 一定会步入正轨 这就是那个年代 那份热血 那个味 这就是青春的 同时呢 这部作品在70年代的日本 是具有极大意义的 当时的暴走族很长盛 已经蔓延到了高中和初中 这部漫画告诉他们 要有爱 要为梦想拼搏 要当老大 你不能用武器 只能用拳头 拳头 是人类改变命运最直接的象征 所以这部漫画 改变了那一辈人的人生轨迹 让他们在叛逆的过程中 只是用拳头打打架 慢慢心智成熟 就会步入正轨 而不要因为年轻牺牲 一时失手 样成大祸 所以说 这是一部承载的梦想 用自己的双手 打拼的 立志青春热血偶像剧 再而言之 咱们的三国也好 楚汉争霸也好 是因为咱们地牌大也 但是咱们的邻国日本 弹丸之地 把这么多人物设定 这么多情谊 这么多的事件 这么多的梦想 这么多样的人生 全部揉到了一部高中里 是不是十分的合情合理呢 好了 今天的小节目就到这 关注欢歌 正能量解说每一部电影 用情怀解读人生摆态 记得点赞加收藏 我是欢歌 咱们下期见